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高兴来这里都可以碰到很多马街宴的老同事 祝大家心灵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马街的这些比较老一辈的都有很深的感情 今天很高兴能够回来参加逛年会 一路走来觉得马街的比如说这个团队是非常温馨的 相信力很强 从旺年会这个时间就可以看得出来 相信力非常强 凝聚力非常的高 每年旺年会的时候我们出去开业的师兄师弟们全部都会回来 非常怀念在马街的日子 很温馨的一个大家庭 明年越来越旺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不离不弃 让我一直有朱燕医师 让我过来很快乐 还有长官的照顾 教我开很多道菜那里 逐渐的长大 房院长带我们的 是我们的老师 看着马街这样成长 越来越庞大 很高兴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旺年会 那我们依局向来就是有优秀的传统 不论在台北或在高雄 大家都会远道而来 一起回来参加这个盛会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村愉快 身体一定要健康 平安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回到马街来跟大家一起聚餐 只要我在国内 我们的每年旺年会我都会来参加 柯运昌楼 让大家身体健康愉快 很高兴回到柯内参加今天的旺年会 祝大家新年快乐 很高兴我每年都陪王太隆来参加马街的旺年会 越来越顺大 人员越来越多 跟大家先拜个早年 很高兴能够回到旺年会 跟一些老同事或是一些学弟妹们 大家一起见见面 祝大家吃喝玩得愉快 大家辛苦一年之后呢 可以一起欢乐的地方 每次可以看到就是老师们 然后各个师兄们 师姐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我们在工作上其实也都很有自主性啊 所以其实跟医生的合作也都很融洽 最期待的就是抽大奖 我是今年旺年会主办人 谢谢今年R1带来这么好看的表演 太有纪念性了 谢谢 谢谢旅主任这次主办了这么圣诞的旺年会 可以让所有单位的同仁一起来参加 也谢谢四位上台的同仁们一起牺牲色相 犯丑 谢谢大家 尤其旅主任这么辛苦 不然这旺年会让大家可以兵足尽快 甘苦谈喔 先关掉谁先会再讲 马蟹当主任是真的超级累的 看大家办得这么好 希望明年我们也可以像今年一样 然后会有越来越多人这样 从门省走到听力室 右手回来 超时超干爆干 但是忙得很快乐 感谢这些心血的加入 那当然也要感谢耳鼻友科 真的非常大力地支持我们听力室 每次的各项政策 来到马街半年了 虽然中间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地方 不是体力上或是专业上的进步 但是每次都还是有好朋友们互相帮忙 或者是CBS也都很照我们 所以希望新的一年大家可以继续努力 一路走来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同伴 这样一支相扶持 蛮快乐的 我很感谢耳鼻友科这些所有的主任 专师跟我们七楼病房的护理师很配合 希望我们一年再一年再一年都是合作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